高端族想出國 指揮中心說可以不打兩劑 那把手臂捐給高端的總統 院長或者是部長 你們會不會建議 總統提早來打 這個不同的疫苗 那我想總統有自己的醫療團隊 也就是說總統會有專家評估 但一般人可能就要自己決定了 指揮中心給高端族 一個變通的辦法 打完兩劑還可以再打兩劑 立委就質疑 這樣的混打真的可以嗎 你要不要切解說 沒關係高端打兩劑了 再補兩劑出國出問題 我陳時中負責 我沒有辦法負責 但是我們有法律 國家有法律 他有要害救濟 不敢掛保證 只能說有要害救濟 只是不只打高端的傷腦筋 就連65歲以上 都還有13%沒有打第二劑 第一劑都打32州的蘇院長 也還沒等到他的第二劑 是幫AZ在做耐力測試 還是說 我是開玩笑吧 就是說你也配合一下 我是建議你 一秒不夠 一秒不夠我不強嘛 沒辦法 還沒輪到我就不能去打 就等旁邊的指揮官宣布 只是現在這個指揮官 頻頻被點名表態這個問題 我想問一問 有沒有議員要參選台北市長 沒有這規劃 是不是 防疫為重 沒把話說死 畢竟防疫沒告一段落 說什麼都是多餘 TVB的新聞 福定華程序與韋佳琪 SNG小組 台北西方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